是这本笔记本里面究竟记录了些什么呢 这些事情我们要继续再查下去 可是呢我们注意整份军高检的起诉书里面 他的报告书里面就缺了那么的一脚 而这一脚在哪里呢 这个缺的脚就是动机了 可是这个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最重要一点没有这个动机之下 许多的高官仍然可以保其位 许多的高官都可以脱身 但是最下面的事关就得扛下一切了 就是说当我敢在第一时间 把外界都不知道的事实全部透露的时候 我先讲心腹跟体检 这个里面有很繁复的人际关系 也有很繁复的人情关系 这个是813 但是观洪仲秋的动机 我们就必须要理解一个事实 是不是何江中经常找红仲秋的麻烦 而范佐宪也经常找红仲秋的麻烦 我那个记得五四二旅的几个退役的 也跟我见过面 他们谈 他说他是怎么得罪范佐宪的 各位晓不晓得 范佐宪经常带新兵去卡拉OK那些吃饭 然后非常阿沙利的说 那我帮你付钱 付完了钱以后呢 那对不起 彭华干 江中博 你们都在 我们三个唱了卡拉OK 他们一个人要三千块 对不对 我们三个九千 对不对 九千那我算你便宜吧 平均一个人三千 好 结果呢 你知道卡拉OK只要多少 两千 余佑这种方式哦 那中间他还赚一手 对 其中有两个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杨梅附近的 各位如果五十二旅愿意讲的话 可以把那个人的姓名讲出来 他是在杨梅 他们家就在杨梅 结果为了这些钱 范佐宪就暗示他们 你们应该还钱了吧 结果这个兵就去找了红仲秋 然后他跟红仲秋讲 那红仲秋究竟跟范佐宪怎么讲 那我不知道 但是红仲秋就是讲来讲去 就一个人两千五 九千变成一个人两千五 就是七千五 那换句话说 红仲秋曾经跟这两个义务义的士兵讲 他说以后你们跟他出去喝酒 唱卡拉OK 没有关系 你实现让我知道 就是这件事得罪范佐宪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知道 范佐宪在军方放高利贷 那这种高利贷 我称呼地下钱庄跟地下银行 对不对 我是不是第一时间讲的 对 这个例子清不清楚 清楚吗 你怎么得罪范佐宪的 好 第二个 副旅长的派车问题 还有一个陈以仁 这个里面 他跟陈以仁 多次有派公差职权上 还有背职心 还有其他方面的冲突 况且这个冲突是 是非常厉害 陈以仁是不是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在这样子干 我不会让你好过 那红仲秋你是吧 答了一句很白白目的话 他说你跟我一样都是那个班长啊 那我怕你干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白目的会跟人家这样子对嘴 因为我在访查整个世界 让我发觉 红仲秋是一个非常喜欢讲话的人 是不是因言蛊惑 或者是他讲话 他得罪了他的长官 这才是真正的动机 除了动机以外 我们看这一份军检报告 这里我都讲过了 这里我必须要讲 黄天任你有没有电话打到269旅 叫他不要管那个这件事 叫他直接搜 洪仲秋禁禁闭室 到了禁禁闭室以后 你管外面 不要管里面 嗯 就是他 这样所以说来并不是郭玉龙自己直接私自收下来 而是由副旅长打了电话给郭玉龙的哦 对 但是这个里面那我发觉 君高检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令人法子 嗯 然后他要献郭玉龙什么 他要献郭玉龙于不义 还要献郭玉龙进黑牢 我这边让我念个一段 这个是君高检自己的东西 那我稍微念个一段 他是讲 郭玉龙先后三次 魏京 吕布的高层 就是旅长 副旅长等人的同意 擅自收押了 三个禁闭室 所以也就是说 整件案情的军官 职责所有的罪过 全部都在这县兵官 郭玉龙身上了 对 就到这边划条中止线了 对 然后他要帮黄天任跟杨芳汉脱罪 他说因为那你官 因为那你官 洪仲丘事先没有提报到吕布来 所以你 就是说按照你过去的记录 他们把郭玉龙的过去记录 通通都查了 查了他说你有三次 有一次 更那个夸张 是六月十四号 要关那个 他说六月十七号 这个人奉何定关禁闭 结果郭玉龙六月十四号 就把他关起来了 那换句话说 这一次那你关洪仲丘 也是魏京吕布核准 所以你的问题最多 他的目的是要帮黄天任 跟杨芳汉 两个完全切割下来 那何江忠跟黄天任两个 瞧来瞧去 瞧到了禁闭室 结果是害了郭玉龙 我现在是 结果所有的罪过全部在郭玉龙身上 是你郭玉龙去瞧的 是你郭玉龙要这个 洪仲丘进来的 跟我副旅长何江忠 或者跟我副旅长黄天任 都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于跟旅长杨芳汉都没有关系 杨芳汉说那我没有核定哦 是你私自积压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些东西 君高检该查不查 不该查的却查了一大堆 但这样子郭玉龙 他愿意承下这一项责任 这一项的这个整个的罪过吗 我现在建议郭玉龙的家人 你们就自己出来讲 因为你儿子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七年以上的重罪 如果还查出有其他的家政其心二分之一的时候 你的儿子可能要关十年哦 所以我建议 宪兵关郭玉龙中尉的家人 应该要出来帮郭玉龙讲话 事实上我也 我也几乎要访问到了郭玉龙 我也几乎要访问到了郭玉龙 结果他们跟我讲 第一个他已经签署了保密协定 对于这件事他不能擅自发言不难军法从事 然后第二个他说应该讲的 他都跟长官报告了 甚至于他写了脸书 被六军团政战主任发现以后 还把他刮了一顿 有没有这回事 简世伟有没有这回事 那就是逼他要封口嘛 还有第三个 就是说你只要保了这个长官 你也可以脱身 结果他保了长官以后 他七年以上 所以我觉得陆军用这种方式 去陷害你的疗属 这个就是军高检办案的结果吗 坦白来讲 很多话我是不愿意讲 因为有一些的家属都已经找到我了 我跟他们讲 在侦查期间 我不会跟你们接触 因为我怕干预司法 现在你已经侦查起诉了 没有干预司法的问题 对不起我们就硬碰硬 我还会揭露更多更多的实情 因为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案子没有那么单纯 看看人士科的宪兵官郭宇龙 他最后变成是269旅里面顶罪的人了 而这个郭宇龙呢 现在这个时候他百口莫辩 他愿意承担这一切 他愿意护住他的长官吗 想想看 七年以上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郭宇龙宪兵官 你现在如果继续封口下去 你可能就要在那大牢里面 继续蹲下去了 但我们再来说到 五四两旅里面的吴义竹 他的两部曲 死亡笔记本不见了 但第三部曲是什么呢 灭阵计划 灭阵计划可是进行的非常透彻啊 你能想象说 在你的五四两旅旅不连的部队里面 有一本死亡笔记本的存在 那你们这些军事官兵多害怕 对 随时都会烧到你们啊 所以洪仲秋会去关请兵 难道真的是单单因为一本 难道真的是单单因为一支照相手机 就这样被关进去吗 当然不可能啊 还是你有别的原因呢 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事情过了27天咯 家属得到的是什么 家属只拿到一本 失而复得的大兵日记 但是这一本死亡笔记本 就连家属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们就来给大家知道 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吴义竹啊今天在起诉的18位军官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他真的就是自身事外了 但是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灰心 军检不查我们查 陶检还有第二波的起诉名单 吴义竹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自身事外了 我们绝对会把证据咬到你也有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在7月3号当天晚上 当天早上吴义竹跟范左线 两个人去了紧闭市 之后洪仲秋就出事了 到了7月3号晚上甚至他还出现在天成医院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是啊 只要有视频的地方就有他们两人 吴义竹你为什么会出现在7月早上的 7月3号早上的禁闭市呢 最后洪仲秋马上就出事了 另外7月3号晚上的天成医院 范左线先前往 吴义竹再前往 他们两个都去了 你们两个都去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奇怪的还不止他们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天成医院 更夸张的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们三个人在洪仲秋被送到三种之后 他们也在附近出现了 也到了三种了 吴义竹他还做了什么事 当洪妈妈提招要去三军总医院建洪仲秋最后一面的时候 他还去台北车站把洪妈妈 接去新竹的 所以吴义竹还去跟洪妈妈见了面 在台北火车站 之后呢 再赶到三种去 对 他好像说我一个 我是一个很敬责的辅导长 所以我赶快去把洪妈妈再去建洪仲秋最后一面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 什么不是这样 当洪妈妈到了三军总医院 他们三个人做了什么事 什么事 他们三个人把洪妈妈阻挡在急诊室外面 等一下 儿子都已经病危了 这个时候不让妈妈跟儿子见到最后一面 居然他们还阻挡 不让妈妈见到儿子 他们以提救为由 让洪妈妈没有办法在洪仲秋昏迷的时候 去跟洪仲秋讲到最后一句话 为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怕洪仲秋突然清醒 突然清醒会做什么事 把他生前知道的事 全部讲出来咬死他们三个啊 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挡住了洪妈妈 不让他见到洪仲秋最后一面 你们就这样让洪妈妈跟洪仲秋 两个人就这样天人有格了 你们这样良心过得去吗 最后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一件事 在整个洪仲秋已经昏迷 要把管被送回他的老家的时候 吴义竹 徐姓正 范左倩他们 也回到了五四两旅 回到五四两旅 开始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大家之前所知道的 串贡大会开始 哦 他们三个人不是协助洪家 而是跑回去做串贡大会啦 不是哦 他们回到那边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他们开始觉得口径对外要一致 我们之前也说过 他们开始收集洪仲秋的相关资料 这收集是由谁起的头呢 嗯 我就跟大家说啦 就是辅导长吴义竹起了头 吴义竹你做了什么呢 你去邀你去跟副连长刘延俊 还有一位潘信士兵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来到洪仲秋的内务柜前面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在收洪仲秋的东西 嗯 把洪仲秋的东西都给收走啦 你们不只是收啦 其实当下他们在针对洪仲秋的内务柜 做一个检查跟清查的时候 他们还做出了一张清单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大概就是像洪仲秋一些生平的用品 黄埔书包 考试书籍 手机 大兵日记 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都忘记哦 黑色笔记本 刚刚吴义竹的二部曲里面提到的黑色笔记本 就是这个黑色笔记本 这黑色笔记本里面有什么呢 有洪仲秋在这一年来观察旅步连里面的情 种种情形 可能包含了 他出去派车压的 看到了一些 收受一些金钱往来的问题 还有五四两旅旅旅步连里面发生了一些问题 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发现 最后回到了五四两旅之后 这些东西到了哪里去呢 到哪去了 我先跟大家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 陶检他说了什么 仪式重大贪赌 杀洪仲秋灭口 还有一个关键哦 在这边 洪仲秋是为什么而死呢 发现了灭阵和杀鸡互为因果 侦查箭头直指杀鸡 为什么要灭口呢 因为发现了证据嘛 发现了证据 你为了湮灭证据 只好把它灭口啊 灭口 你又为了要去 让 把它灭口这块证据 消失掉 你们开始串供嘛 这整个是有因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整个洪仲秋灭案件 根本就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 不当操练 而是一个准备灭口的情形 最可恶的是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一件事哦 什么事情 君姐 你们知道有这本死亡笔 你本身存在吗 君姐不知道吗 君姐应该不知道吧 君姐 起诉书也没写到啊 对哦 起诉书 新闻 什么里面都没有提到 只有我们龙卷峰有提到 只有我们龙卷峰 有花车之前提到 我们龙卷峰有一份手稿 这手稿就是你王爷